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早就不像之前那样战火纷飞 但是各个国家还是比较注重武器和装备 在所有的装备之中,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原子弹应该算是最有威力的一种 作为军用武器中的核武器,原子弹的威力主要是通过核反应的光热辐射和其他辐射性来给人或领土造成巨大的杀伤和破坏力 当然了,大家也不要一看到核反应就觉得是什么坏事 因为核能发电站同样是利用核反应来给人类谋福利 能量转化率高,还可以保护自然环境 不过相比较之下,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原子弹如何裂变 国外某团队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原子弹裂变的威力 还特意进行了相似的实验 首先团队准备了1000个老鼠夹和乒乓球 接下来就要模拟原子弹反应 他们先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乒乓球挨个摆放在老鼠夹上 这个过程真的极具挑战性 因为摆放期间不敢有任何小动作 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生怕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刻 当实验者往封闭的玻璃箱中扔下乒乓球的瞬间 玻璃箱中所有的乒乓球都像烟花一样迅速炸开 接着向四周散开 场面看上去非常震撼 其实核裂变的原理就跟这种情况差不多 重的原子核会分裂成两个或多个质量小的原子 所以人类还是应该对这种裂变加以控制 否则就会变成杀伤力极大的原子弹 而加以利用的话 就会变成前面所说的核能发电站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